欢迎回到港独新闻 由青年港独有限电视举办的BB之星星秀大赏 上周日来到了孟时代的幸福广场 举办校园组与社会组的决赛 可以看到入选决赛的选手们 各个表现了绝佳的演唱实力 比赛状况精彩 让在座的评审和观众都非常的惊艳 青年港独有限电视举办的BB之星星秀大赏 日前在出赛时由评审选出 社会组与校园组各五位选手入围 而决赛当天来到孟时代的幸福广场 在一片加油声当中顺大展开 青年港独有限电视 我们每一年都会举办不同的活动 来回馈给我们的高雄市民 那今年我们一把这样的消息po出去之后 所以这个报名很快很快就已经 秒杀听说董事长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明年 有要再举办的话 我们一定会增加这个场次 其实青年港独都一直 除了在做企业之外 他们其实也做很多回馈社会的一些活动 除了做回馈我们那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之外 其实一直也在默默做 那个照顾弱势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活动 所以在这里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感谢我们青年港独的 对 只见每一位选手都卯足全力拿出自己的拿首歌曲一拼高下 校园组的部分从静歌热舞到抒情歌曲 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心碎 怎么去安慰 其中一席宝蓝色礼服出场的吴兆华 以一首张惠妹的让每个人都心碎 夺得校园组冠军 冠军得奖者吴兆华 社会组的部分参赛者们歌声浑厚唱功劳练 连评审都说实力不相上下 而在妻子小孩都到场给予支持的情况下 谢瑞蓉演唱的《今夜又在想你》 在技巧与音色的部分获得评审好评 成为社会组的冠军 这次BB之星星秀大赏的决赛 在梦时代广场圆满落幕 仍意犹未尽的民众朋友 庆联港督有线电视 将在8月9号与骑津海水浴场 举办BB浪花演唱会 邀您一同共度暑假 港督新闻张浩欣 许富天采访报导